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鉴于智力国内的局势动荡 总统皮雷拉做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决定 取消原定在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两场峰会 其中就包括还有半个多月就要举行的APAC峰会 APAC峰会被智力取消 直接影响到了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 让这场筹划已久的川习会很可能要泡汤 不过10月31日一早 中共商务部发了一个声明 表示美中经贸团队一直都保持着密切沟通 目前磋商的工作还是进展顺利的 还表示明天双方牵托软枪再通电话 相较以往中方的这次反应是比较快的 马上就做了一个姿态 不过外界仍然心存疑虑 如果川习会声变 双方的贸易协议会不会也出现变化呢 皮尼拉政府的决定 白宫西域的官员承认 他们是从记者和新闻机构的推特上看到了这个消息 这表明圣地亚哥宣布之前 白宫的高级官员内部并没有传达这个决定 那不清楚川普是不是提前知道 就在智力宣布决定之后 福克斯记者劳仁斯他推文表示 中方已经建议用澳门取代智力 作为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地点 但这个消息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不过就算有建议 美国可能也不会同意 大家知道 川习会在哪举行 对双方这个谈判策略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知道早前中方曾经建议 在海南岛举行川习会 但是被美国给拒绝了 因为川普去那和习近平会变的话 会让外界产生美方讨好中方的一个印象 压缩向中方的施压 要求更多利益的空间 那澳门也是一样 白宫的官员说 APAC峰会目前还没有其他的备选地点 没有备选 原计划在峰会期间签署 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 不确定性就增加了 有美国的官员昨天表示 双方临时协议可能没办法 如期在下个月签署了 这个说法可能引起了中方的注意 中共外交部随即回应说 双方贸易谈判牵斗人 近期将在此通话 工作层将会抓紧磋商 有战斗部支撑的外交部 说这种话很难得 中共商务部又在今天发更明确的声明 全文只有58个字 严谨一概地表示 双方一直保持着沟通 还按计划推进磋商 明天要通电话 这个声明很有派发定心丸的意味 此外中国食品土处进出口商会的会长 曹德荣今天对路透社表示 说北京可能会取消 自去年以来对美国农产品额外征收的关税 以方便进口商购买价值 多达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他表示这是借以释放善意 为协商创造有利氛围 就在中方连续动作之下 似乎又出现了曙光 国布卿蓬佩奥昨天在演讲中乐观地表示 美中距离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很近了 美中会做到的 正在沙特访问的财政部长马努钦对路透社也表示 美中计划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当中 中方将会按照协议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他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需要一定时间 既要考虑美方的供应能力 也得考虑中方的需求 曼洛钦指出 峰会取消 双方正在考虑其他的办法 预计第一阶段的协议仍将在下个月签署 美方的乐观可能正是中方需要的 因为中国经济早就亮红灯了 下滑已经呈现了失速状态 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我们知道既前不久 公布了第三季度GDP增速放缓到6%之后 中共的统计局今天又公布了一组 令人失望的数据 10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出 PMI比上个月又下滑了0.5% 只有49.3% 非制造业PMI虽然是在荣枯线的上方 但大幅回落了0.9% 只有52.8% 已经创下了2016年2月以来的新低点 这就表明中国企业的信心势仍然在恶化 经济仍然萎靡 前天中共商务部表示 不会强迫外国企业技术转让 副部长王寿文说 行政机关不可强制或变相强制 外国的投资者 外商投资企业转让技术 他还同时表示 将取消没有纳入负面清单的所有限制措施 加快开放金融业 取消对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 业务范围的限制 创造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驻美大使崔天凯28日表示 谈判有实质进展 这是互利共赢 他认为美中经济融合 共同发展是一个大趋势 在各界的努力下 他说美中关系能够风雨无阻 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美中双方都有需求 并且纷纷都唱好 这就让贸易专家们感到了乐观 但是在缺少时间压力的情况下 这份协议很可能会推迟 美国企业研究所 中国经济专家史建道认为 仍然很有可能 要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双方并不一定 非得需要领导人的峰会 才能敲定这个协议 比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研究员哈佛鲍尔 他也认为会有协议 只不过他认为 可能会推迟到11月下旬 或者12月初 他认为 川习虽然没有见面的日程安排了 但也许一个电话就能敲定 白宫发言人吉德利 在声明中表示 川普仍然计划 在16号、17号 与中方敲定协议 他说期待与中国 在同一时间框架内 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不过彭博社引述知情人的消息 中共官员对与美国达成 全面长期的协议是有怀疑的 中共官员表示 不会在最棘手的问题上 做出让步 就是说 即使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 以后仍然有变数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记者订阅